那么当过去20年全球化渗透进中国的村落组织的时候 村民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理解是相对单一的 受限于信息渠道 更多的来自一种小社区内的互相影响 所以除了杭州郊区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的建筑 建筑风格变得社区化和人群化